我會連續幾次講初信成長的課程 是一個栽培我們自己和栽培別人 因為我們也有機會傳呼音 傳了呼音之後,他們可能很容易軟弱 我們就幫助他們有這個信仰 而這個課程我會傳給你 在我們的電郵名單我會傳給你 第一課講到真力有神 我們一齊讀先 當我們頑固這個奇緒的宇宙 看見美麗的設計 一,花草樹木各種動物 和我們的身體都充滿奇緒的設計 讓我們看見有一位創造者設計這個宇宙 他創造的動物和人都有無愛和感情 我想說,因為這個其實有很多他們回答 填充、選項等 所以你可以讓他做 讓他先做,然後跟他討論 一開始就講到 我們看這個世界,看到很美麗的設計 花草樹木、動物、身體各樣 我弄了一隻眼睛 這些是在文件裡有的 你可以印出來用的 讓我們看到這個宇宙有一個創造者 而且,他創造不是創造奇妙的東西 還有一筆東西是有感情的 他創造人和動物都有無愛和感情的 你可以用一些例子說一下 大家有沒有想到一些例子 可以表達人和動物有愛的呢? 有 我們想到的時候就可以說出來 如果你想到簡略 大聲地說出來 另一個麥克風可以嗎? 否則你可以用這個麥克風去說 好大聲地 你站過來 所有的同學 狗 狗奶 看到狗仔真是好愛 那個狗仔又好愛 想想想 那個狗很愛 我覺得好媽媽 那個狗仔不是說大了 不是傻 不是說 但是在狗仔 不斷想想他 我看到 還有一個老鼠 這個老鼠呢 那個老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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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兒子 它長逸了 我呢 酸辣辣 但他很快 酸得很乾淨 即是他媽咪跟他酸乾的濕辣辣 是啊 酸乾之後他吃了那個胎盤 吃了胎盤 是啊 吃了胎盤 我就看到原來補充體了 即是他媽咪吃回來 是啊 我看到那個真的很滾動 因為天父創造了很多東西 很美麗 好 感謝主 這就是一個例子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想到很多例子 在動物和人的愛和感情 為何人會有愛和感情 我們說回這一點 為何人會有愛呢 為何動物生出來會有感情呢 就是天父有感情 所以他做了生活也有 第二 我們一起讀 我們的身體有很多種荷爾蒙 消化型 肌肉 根筋 和組織配搭得天衣無防 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的設計 自己變出來不會者哀嚴 就是荷爾蒙 就是荷爾蒙 其實是很複雜的 它是一種影響身體其他部分 例如一種 这就是荷尔蒙的奇妙 我们身体有很多东西 男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都是很重要的 譬如女性荷尔蒙一停经的时候 发现骨子没有那么强壮 我们需要这些荷尔蒙来让我们健康 就是神奈消化液 吃什么正常的食物 什么类又懂得用什么消化液 这是很奇妙的一种设计 这里我没有说到奶 我们简单明白奶有几样的成分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 有矿物质、有维生素、有抗体 六样东西 能够维持孩子所有需要的营养 甚至瓊 很大条的瓊 她的瓊子 最初吃奶的时候 靠着瓊子的奶 能够这么大条瓊子 可以成长 你想想想 需要的份量多少 它能够供应它的需要 如果偶然变出来 你可以变成口水、鼻涕、眼泪 就不会供应到它的需要 但是它有了它的需要 为什么它会 刚刚的奶又没有多又没有少 也不会多一些尿 很开玩笑 不会多一些尿 不会多一些不好的东西 也不会少一些需要的东西 全部需要的都有了 不要的又全部都没有了 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 这些配搭得天衣无缝 就看到很明显的设计了 譬如你看到相机 你一定说有人做的 你不会说自己变出来的 一定有人做的 就算一椅子 很简单的椅子 一支笔 一个胶袋 都是设计的 何况我们身体这么奇妙 接着第三 其实有些宗教都说是有神的 不过他们是没有证据的 第二 一起读 这宗教的神 必是慈爱或性别的 但有些宗教的神 容许拜他的人 求还财就守 老薄顺利 或做不借丧生意发达 拜那些神的人 所求的指示名利 桃花魂生子 很明显示人为的宗教 好了 那这里就讲到 如果真有个神 因为由这个世界 我们看到这个神 这个世界有很多爱 还有这个世界有正义感 我们人有正义感 譬如有人抢东西 不公平 杀人 其他人都会觉得不对 甚至动物 某程度都会知道 侵犯是不对的 动物里面 他们都知道这个地方是我的 虽然动物未必有这种道德的观念 但他们都会有这种侵犯的观念 而很多人的宗教 都是好像 还财就守 求这些不同的东西 好了 若真有真神和天堂 你上一上 跟从神还 将来进入天堂 这是给他填的 你填了想 不想 或者有些人没有兴趣 或者没有兴趣 即是不想 没有想过 你可以邀请他想 这是邀请他思想的一个课程 其实你看到很多字 每一课是一页 一张A科字就可以了 很简单 我做了二十课 初来十课第一层 第一个层次 接着十课下一个层次 讲到圣经预言 我又很简单 这一课很简单 讲到真的有神 一起读一下 在圣经里 有很多非常准确和详细的预言 在神所派来的救主 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你降生之前一支年 圣经已预言 他如莫死 在那时候尚未有钉十课的预罰 而钉十课只是在中东一段时间有 之前和之后都没有 钉十课只是有一千年 就是大约在耶稣降生之前 几百年开始有 不是耶稣降生之前一千年 而是大卫在耶稣降生之前一千年 预言将来有钉十课 预言在诗篇二二篇一起读 他门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这个扎就是刺透的意思 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们中文 圣经翻译的时间有很多年 所以他用一些比较古的字 如果是现代翻译就不会用扎 用刺透而刺 刺穿刺透 这个预言是关于耶稣避什么呢 避凉十课架 因为全世界有很多种刑罰 其实中国人都很残忍 很多种刑罰都很恐怖 日本人亦都很恐怖 就是说到他的刑罰 但是中国人是没有凉十课架 没有凉十课架等他死 日本人也没有 很多国家都没有 就是在中东一段时间有 之后有没有 之前有没有 《圣经能清楚预言一千年之后的事》 证明圣经是人自己写 神体是人写 那你们肯定是知道是神体是人写 但他们可能说不是 那你就和他想想 你能不能预言一千年之后 有个方法死是现在没有的 你现在想想一千年之后 有个方法死是你的后代 会怎么死 因为写这个预言的就是 哪一个 你记得吗 诗篇二二篇 是大卫的诗 大卫的诗 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 而这个诗篇是耶稣 是大卫经历到耶稣的经历 他在一个异象或熟灵的经历 他自己好像被听十字架 所以他用过哪个字 他用过什么字 是被扎了我的手 照加入就是它的道 monigreek 这样是不合理的 因为他是王 你就想想英女王 以利塞巴二世 他刺出我脚、或把我的衣分 东西 那你有没有做错 那你说别人刺出你 能怎么办 但是他寫了在诗篇里面 但這就是一個奧秘,這類的語言是隱蔽的語言 什麼意思呢?隱蔽的語言是你未應驗,你不知如何應驗 但你應驗了,你覺得是,真是適合了 因為大衛是他的後養耶穌,而耶穌坐在大衛的寶座上做王 所以某程度大衛可以代表他,因為耶穌被稱為大衛的子孫 他就像代表他一樣,他個人經歷,當時看是不明白的 到時候釘十字架,你看看,真是 有個原因,譬如說,聖經說將來你的尼賽亞被人釘十字架 那些猶太人聽到,那我不釘了,那他說尼賽亞,我不釘他了 我用另一個方法了,這個語言如果說清楚就會有問題 但是神就用一個隱蔽的語言 所以那些猶太人都不知道是他們做這件事,應驗了這個語言 第二,一起讀一下,詩篇二二篇十八節 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女衣之架 你有沒有聽過全世界有公開刑罰事,撤去受刑者的衣服呢? 因為他所說的就是分了外衣,為他的女衣抽籤文 譬如現在你聽一下,或者你看歷史書,讀歷史的時候 譬如中國人古代斬頭,那些刑罰有沒有脫衣服呢? 中國是沒有的,日本人有沒有呢? 我們所見到的就是沒有的,即是我們所見到的就是沒有的 這件事起碼是少,甚至是沒有的 但是在羅馬人叮神的時候,他真的將那些囚犯衣服分了 這件事是一個重要的細節,為甚麼呢? 他怎知道這件事,即是這麼少人有,他真的在他身上發生 當一件事是少人發生的時候,更加會是難於去預測 譬如說,你說一千年之後,因為大衛的子孫耶穌 一千年之後,其實這些大家聽到,將來可以去全福音 有時不一定同的過程,你就可以口說 因為很簡單,所以你一看就可以明白了 你會否說,一千年之後,我的後代,到那個時候 就是預言他,有一件事是別人沒有,是他獨特的經歷 譬如他被人剃光頭髮,即是普通人沒有剃頭髮 他真的,一千年之前說,他剃光頭髮,後來他真的被人剃光頭髮 然後被人剃光頭髮,然後判死刑 就好像覺得,為甚麼是這麼準確的呢? 即是聖經就是這麼準確的,而世上是沒有這樣的東西的 實際上的預言都是很模糊的 《以賽書》五月三章五節 《因他實的邊相,我們得醫治》 聖經的預言,耶穌會受甚麼呢? 邊相,叫我們得著甚麼呢? 供恩 這裏不是供恩 依治 耶穌死有幾個作用 一個就是贖罪 一個就是叫我們有平安 耶穌有幾個作用 他為我們寫有幾個作用 下一點,《大約書》九章二十六節 《那受高者,即是基督,必被剪除,一無所有, 必有一皇的民來毀滅者成》 就是耶穌實 《和聖所》 《至終必如洪水充滅,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定了》 看看過程是甚麼 基督會來,然後被剪除,即是為甚麼? 被殺死 其實預言了基督是會被殺死的 這其實是比較特別的 基督神的受高者,一九一的受高者很尊貴 他被殺了 然後殺了之後有甚麼發生? 有一個黃的民 即是一個黃帶著人民來做甚麼事? 就是毀滅了耶路撒冷 這就是限制了時間 這什麼事發生呢? 主要七十年 就是耶路撒冷被毀滅 這將耶穌的時間限制了在耶路撒冷毀滅之前 即是如果耶穌來了,耶路撒冷毀滅便不應驗 或者耶路撒冷毀滅了耶穌才來便錯了 或者耶路撒冷毀滅便亦錯了 即是他限制了一個時間 用一個比喻來講 有一個語言 一會兒你會見到一輛垃圾車 不是經常有垃圾車 有垃圾車經過 然後天上會有人降臨 例如天使降臨 然後過了之後 就有另一輛垃圾車經過 假設垃圾車不是經常有 即是將時間限制了 如果天使降臨 不在兩個垃圾車之間 就算是延遙應驗 這就是將耶穌來的時間 之前就講到耶路撒冷建造 即是建造和毀滅之間 並且他被殺之後 沒有多久耶路撒冷毀滅 而真的在同一世代就是40年 因為耶穌被釘大約30年的時候 然後被耶路撒冷毀滅 主要是70年 然後耶路撒冷和聖所會怎樣 好像洪水沖滅 還有還有什麼 一直打仗一直到底 方良的事情已經定了 聖經原來耶穌被殺之後 耶路撒冷將會被… 重建 不是重建 之後被殺之後 被毀滅 並且耶路撒冷將會什麼到底呢 爭戰到底 關於耶穌釘大約 聖經預言了幾樣東西 我現在將它全部總括出來 第一 耶穌的什麼和什麼被釘穿 手和腳被釘穿 他的什麼被人分了 Evil 外依和女依我可以說 Evil 他被人用什麼來打 鞭打 不是所有人判死人都要鞭打 那些人中國古代斬頭 很多刑罰都不一定鞭打 很多刑罰都不一定鞭打 即是說 他又說了這個細節 然後他被釘之後 會怎樣 耶路撒冷會被領一個國家 必有一王的民來 做什麼 毀滅這個城 他就會被領一個國家毀滅 他被釘之後 耶路撒冷會什麼到底 爭戰到的中東戰爭 我們看到今天經常都是戰爭 所以 關於耶穌被釘穿架 簡簡單單就是五樣東西 其實不止的 不過我簡單簡單說五樣東西 用不容易明白這些 其實很容易 看得到 怎麼可能知道這麼清楚 耶穌被釘穿架 說明他手腳被釘穿 衣服被分 又被鞭打 然後他被殺之後 就會被一些軍隊 將他人生毀滅 然後又打上到底 譬如來到毀滅之後 又很和平 那就不應驗 但我們現在看到全世界最多戰爭 就是中東 經常都是戰爭的 聖經在耶穌未來之前 那麼準確地 準確地預言耶穌 你覺得聖經 是不是神的啟示呢 是 還是不是 不是 不肯定 在你而言 是 即是肯定 有些人可能 不知道 會不會不 你就問他 聽他 其中有些人說 會不會在耶穌 這些預言是耶穌之後才說的 但是 有一件事 耶穌來的時候 已經有一座什麼建築物 整個耶穌去的 不是整個去 總是有去的 聖殿 聖殿 聖殿有什麼 聖殿有聖經 有聖經 即是已經寫了 有些人會說 會不會是之前未寫的 有聖殿有聖經 因為 已經翻譯了做不同語言 舊約聖經 已經一早翻譯了做不同的語言 好了 聖經合乎現代的科學 約八的二十六章七節 神將北極鋪在空中 將大地圓在虛空 而賽書四十章二十二節 神坐在地球大淵之上 好的 下面我解釋 要講到兩件事 將北極鋪在空中 將大地圓掛在虛空 即是地圓掛在虛空 普通人覺得地是怎樣的 是平的 是實的 是很穩固的 即是下面就是地 又是地圓 以及地再大圓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甚麼形狀 圓和球體 是一個圓 고� voud 在加里略1564至1642年之前 人都以为地是平的 但是之后我们知道了 知道不是平的 但在几千年之前圣经经说地是悬挂在哪里 虚空 他说虚空也很对 因为我们地球有空气 但地球的外面是太空虚空 所以悬挂在虚空 而地是什么形状 球体 第二 神在几千年前向约伯说 一起读读 你能发出闪电 叫他行去 使他对你说 我不在这类 约伯记三十八章三五节 几千年前人都不知闪电是什么 但今天我们知道闪电也是电 有什么工具使用电来传递信息的呢 最常见的是我们的电话 而很多人用这种方法传递信息的人 最常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还在者里 几千年前以前已经说 手机可以用电来传递信息 告诉别人 我们在这里 这个很奇妙的 因为电 普通人觉得闪电 当然觉得很神奇 怎么会懂得说这些说话呢 圣经还有许多其他证据 那你对圣经和神有什么回应呢 会不会说 有个神 有些人会不关心的 他说我不关心 不要紧了 没有所谓 你有神你就相信 我没有兴趣 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 神是真是今世祝福你的 即是会今世帮到你 因为很多人对于天堂没有兴趣 有些人 你说有天堂的话 不要紧了 日后才算 不要紧了 到时才算 但是我们可以说 今世耶稣真的祝福到你 我们可以分享给他 耶稣如何祝福 尤其这个世代 很多人是有烦恼 情绪病 子女问题 家庭问题 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告诉他 所以最好就是你自己本身处理好你的问题 那些你告诉他 我真的整个家庭都不同了 而最后这一课 一起读 真神是充满外国喜乐的 他不是层满的神 他能叫你真正享受人生 你可以向神祈祷 求你让我清楚知道你是真神 求你赦免我拯救我 因为我传福音很多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对神的存在未必有兴趣 但也有些人是有兴趣的 有些没有兴趣 你都可以告诉神真的能帮到你 让他思想 最重要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不要只逼他信耶稣 快点 很多人说快点 快点决志 快点决志 其实快点 没什么作用的 你反而问他 你觉得什么 你有什么移民 你有什么 你不相信的 你为什么会难以相信 为什么你不关心这些事 我紧张赚钱 你说如果有个神 他也是掌管一切 最好你自己本身有经历 就是你经历到神的帮助 你说神真的帮助我 提升我的生命 有没有人有问题 有关于第一课 就是让人知道有真神的存在 然后我们去第二课 第二课 灰鬼凝聚一起读 神是完全慈爱的 但他也是完全圣洁的 在他里面毫无黑暗 神的圣洁是极可爱的 因为他是圣洁的 在天堂里再没有任何虚荒 污蔑增贫或负面情绪 所以天堂是极美的 若神一是圣洁的 天堂便会被罪污蔑污染 神两个圣洁是什么 神两个圣洁 慈爱还有圣洁 这是他主要的圣洁 在神里面完全没有黑暗 但因为很多人不喜欢神的圣洁 为什么不喜欢神的圣洁 他自己犯罪 还有觉得太过什么呢 严格 严格 这么多要求 但是神的圣洁很可爱 所以你藏在心里面 因为圣洁在天堂 再没有说谎 地上会不会有时惊人说谎 有 有 有时你和人做生意 合作 或者家庭 都会有很多谎 污蔑 这世界上会不会有污蔑 周围都有 憎恨 或者负面的情绪 这个世界上有负面情绪 有 其实人人都有 有什么不开心 就是发脾气 发猛症 但是在天堂 如果你的丈夫上到天堂 或者你的太太上到天堂 或者有个朋友 不是很看重你的 譬如你的丈夫 和你的关系有点不太好 她上到天堂 会不会更生气 不会 她就会很开心 看到你 哇 你说 为什么世上的时候 看到我不是那么开心 现在你那么开心 因为她没有罪 所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表达 所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表达 譬如 大家有没有很辛苦 就是有人生气过你 有人生气过你 有人生气过你 你自己有没有辛苦 有人生气你的时候 你见到她 她不理睬你 你会不会辛苦 以前是辛苦 以前是不辛苦 以前是不辛苦 现在是不辛苦 你可以处理 不过都需要时间 譬如你看着她 一见到你 就立即另一个头 一见到你 就 那你会不会 那你会不会 你肯有一些不舒服 你肯有一些不舒服 是啊 但你可以处理到几秒 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有个人处理你 然后几秒就处理你 就很厉害了 如果你做到这件事 这个 这个 是一个兴奏得性的毕业生 就是最佳 最荣誉毕业生 荣誉毕业生 荣誉毕业生 如果你能够 可能是教师 是 可以做教师 可以做教师 就是 都需要一些时间 是 但是 去到天堂的时候 那个人还会瞄你呢 不行 哇 你从来 你没试过笑得这么漂亮 你看到我 很开心 就是会很单纯 很喜欢你 好像我太太看到我 很开心 很开心 好像我回来 其实我不用 特别回来 我随时 跟他一起 他都很开心 一会看到我又很开心 我说什么 跟他说 我约你什么 他又很开心 立刻很兴奋 上到天堂都是这样 个个都会很开心 那是不是很漂亮 就是 被人看到 圣结是很漂亮的 原来神的圣结 有很多个宗教 是不是这么圣结 不是 他一路拜 一路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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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赌博 一路赚人的钱 一路就 一路就 拿了家里的钱 走去赌 那就其实 所以 其实 罪恶都是好 不好的 所以很多宗教 你很知道 他是否真神 那些人一路 一路拜 一路犯罪 或者你拜的时候 就为了想赚钱 为什么哄到那么多人去祈福 那些祈福党 现在少了 祈福党 为什么哄到那么多人去 哇 你出十万 你就只赚了几千万 那他就被他哄到了 或者你出多少钱 你的病就好了 这就是鬼打鬼 是的 鬼厄鬼 这个就是 很多罪恶 很多宗教里面 都有很多污秘 但是神真的 很圣洁 我们不单只看到神 是这么圣洁 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 真是毁身 不过 的而且有些不太毁身 是因为他不听话 不是神不好 所以有些人说 我看到有些基督徒 都不是那么好 所以最好你自己 一个好榜 真是关心人 那他就说 我真的在你身上 看到耶稣 那他就说 那我相信了 就是天堂是这么好的 如果在我们身上 看到我们有时候 就猛症 有时候是这样 信他 我们就很好人 不信他 反转 书套 就是屎 有时候 我们就求主帮我们 我们一起读 神记是圣记的 他不能容忍任何罪 所以神的儿子 使耶稣出外 降生成为人 就是实际上 代替我们的罪受罚 我们才可以靠着他 回到神那里 所以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 都要为罪悔改 信靠耶稣代替我们的罪 死在实际上 来赦免我们的罪 才可以逃脱罪的永凝 成为神的儿女 得着重至身 这里的教导 我们自己本身要很通透 第一 神的圣结 他能否容忍罪人 他能否容忍罪和罪人呢 他不能忍受罪 你能否忍受厕所的臭味呢 如果你每天要住在那里 我们很难忍受的 如果你的衣服黏着这些大便 或者你鞋踩到这些狗的大便 你会不会还这么开心呢 譬如你明明他想着 别人生日派对 你很开心去 怎知去的时候 被人在楼上淋下来 全身奇臭 或者踩到那些狗的大便 上面的时候 你会不会还很开心地去生日派对 你要回家洗澡了 是关键的 我用这些日常生活的例子 人们就会很明白了 我们不喜欢这些东西 正如人都会不喜欢污蔑的东西 人有时候喜欢犯污蔑的东西 但他不喜欢污蔑的东西 在他身上 例如一个简单例子 有些男性 他会侵犯另一个女性 没有什么感觉 他不要紧 他不紧 收音情愿 我们享受 但如果有人侵犯他的女性 他不可以 如果有人侵犯他的女性 他就会很生气 他侵犯另一个人的女性 没有所谓 这就是我们大家去想 我们其实里面 会不会有这样的罪 好了 他就不能忍受罪 神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最好如果你是讨论悉 就跟他说 神有禁色悉 我们有罪 那他怎么办呢 用什么方法呢 有没有认罪非改 是的 但他未认罪悔国之前 也有一个方法 譬如你说 现在曾荫权 面对一个很大的难关 他要受审 我不知道结果如何 如果他就这样跟法官说 我悔国认罪 那法官说 我悔国认罪 好了 没有罪释放 行不行 如果他真的有罪的时候 不行 即是法官不可以这样做 法官一定有 他满足到这个懲罰 他才可以释放他 神也是 他一定有一个懲罰 神这个懲罰 神想来想去想不到方法 因为没有一个人满足到 而神的懲罰 不可以用钱给 世界上的懲罰 有些可以用钱给 有些是罚款 但是 罪的懲罰 在耶稣面前 没有办法 神就想着想着想着 什么方法呢 神可以带地改 是的 这是唯一的方法 不是我们悔改 你悔改是没有用的 譬如你杀了人 要斩你的头 你又跪下悔改 我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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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不会说 你一个月 你又不吃东西 又毁改 毁改 好了 无罪释放行不行 不行 你不可以 补偿 你所犯的错 神也不可以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 补偿的方法 而补偿 这个人一定要 有什么条件 要牺牲 除了之外 如果要牺牲 就是要找一个人牺牲 看看哪个原因 全世界哪个愿意 你牺牲 全世界可以得救 其他人可以得救 你就不行 比如这样 但这世上 他还有什么条件 因为爱 爱 还有很重要的条件 要性结 性结 是的 你找一个 随便一个人 他本身有罪 他的罪都要受罚 他怎么可以代替他受死 大家都有罪 是的 大家都有罪 你有罪 这个都要罚 你还说我代替人罚 但耶稣是没有罪 所以他为我们死 是无限量的 射灭所有任何的 一切的罪 这个就是神的爱 但这件事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困难呢 因为耶稣是神的独生词 在天堂那里是很开心 很享受的 又是性结的 现在要罪与他身上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关 神的儿子要受这个定罚 但是耶稣最爱 他就愿意去做 他在天上已经愿意我一致了 因为他知道他在世上 他一早知道他来世上 便会死 但在地上 我们看到他在赫西玛利沿的时候 他都说 父啊 有没有方法呢 如果有方法 你就让我不用死了 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但耶稣说了一句什么 不要照你意思 他在天上已经顺服了 但这个顺服是不容易的 因为钉十字架不是只痛的 是什么呢 羞恥 羞恥 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因为他承担的是什么呢 承担我们的罪 全世界的罪 和神的愤怒 神在那时候要分离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一句什么 说话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就是耶稣常常都和天父一起 但是那时候他要离开 和天父隔离 所以那是一个懲罚和奏作 和奏作 奏作落在他身上 是一个很大的因练 那我们要懂得说这件事 好 有没有人懂得出来说 这件事出来说 先说那些几样 Maisy说好吗 Maisy因为很勇敢 整天都作见证 就是说说为什么耶稣 为什么耶稣要受罚 而耶稣为什么可以代替我们受罚 为什么耶稣要受罚 因为耶稣是为了我们众人 继续去宿罪祭 你再早一点 神是圣健 他怎么可以救 他又想 就是他要罚我们 是 他怎么想到的方法 怎么救我们 由那开始 你记得吗 就是想到用他自己的生事 不是 你先跳了 你当你现在跟人说话 由头说起 就是神是这么圣健 但由外来有圣健 一定要罚 对吗 对 对 我平时跟人全福音 我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 一定要用你的次序 这个次序 是一个次序 被人知道 因为要满足神的慈爱和圣健 这个是用一个神学的观点 是让人知道因为他的完美 又因为他的慈爱 他唯一的方法 因为他的圣健 所以他一定要罚人 因为他的慈爱 他找到唯一的方法 就是解释这一点 就是找他的儿子 独身的儿子 你又跳了 我想你由头讲起 由头讲起 是的 谁愿意说 因为耶稣 因为耶稣 他照常理 他当他看到人污蔑的时候 他本来应该要做什么 本来 本来有惩罚的 是的 有惩罚的 但他不舍得惩罚 他应该要猜败 因此读圣诗 耶稣 是实施假送 因为实施假送 为我们的罪 教我们 为何要选耶稣 为何不能选其他人 因为耶稣 是上帝读一个儿子 是圣经的 他没有犯罪的 他是 他是玛利亚所生的 他不是男女所生的 是圣经同生的 你这样说 他又不知你说什么 而是 神的灵进入他里面 所以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 是耶稣在天上降下来 入了地上 是耶稣是圣灵感动 从天感动来的 感动来的 进入那个生地 进入玛利亚里面的生地 生了一个独生子 耶稣来救我们 不是生了独生子 是神的独生子 生了耶稣来救我们 其实你已经说了很多要点 都非常好的 重点就是 神是 感谢主 神是因为圣洁 祂要罚我们 你再听一次 因为祂圣洁需要罚我们 但祂有慈爱 祂又不想罚我们 祂就在想 神的智慧里面 一定要有代价 我们世上都是会有的 罪一定有罪的代价 祂一定要有人付了这个代价 但是祂找人的时候 有什么后果呢 个个都有罪 所以没有人付这个代价 但是为有耶稣神的儿子 是没有罪的 所以祂能够承担这个后果 祂能够为我们死 因为如果人有罪 那个人要受罚 那个人受罚 他怎样可以属其他人的罪呢 但因为耶稣是无罪 所以祂就能够代替我们受罚 所以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 当我们为罪悔改 信靠耶稣代替我们在罪 因为我们的罪写了十字架 我这要解释 什么是信耶稣 因为有些人 他们以为信耶稣是什么呢 我信耶稣医我 耶稣会医我们 不过信耶稣医我们 是不叫我们得救的 是信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一定要忍悔改 所以我会解释 什么是信耶稣 信靠耶稣代替我们的罪 写十字架上 这个比较复杂 这个详细的方法 你可以说 我信耶稣为我的罪 写十字架上 来到赦免我们的罪 那祂就能够逃脱罪的永刑 成为神的儿女得着永生 这里很简单 将神所做的 为何祂用这个方法 来解释出来 然后我们如何得救 以下一些 圣经关于罪的经文 帮助我们反省 这次因为我们讲到悔改 悔改 悔改 刑罪的 第一 马太五章二十二节 一起读 凡向帝兴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 凡骂帝兴是拉加的 难免公会的审断 凡骂帝兴是科利的 难免地獄的火 你可以同一人讨论 拉加姐是为何 是一个藐视的称呼 就是藐视她的 摩利呢 蠢材 骂人是蠢材 就难免什么 地獄的火 有没有人骂人是蠢材 你真是蠢了 你真是没用了 三个叉烧好三里 这些全部都是要受调的火 所以就算没有骂出来 口话 你真是蠢了 意思是什么呢 当你见到一个人 心里面说他很蠢 其实心里面是什么呢 有欲锦的成分 但哪个成分令他成为罪呢 只是欲锦不是成为罪的 因为欲锦 欲锦 欲锦 看少他 觉得他不好 即是说 你的心觉得他不好 觉得他没有用 已经可以落地獄 你觉得他不好 没有用 所以骂他蠢材 即是说心里面觉得他不好 已经可以落地獄 那我们见到人有没有想 这个人不好 就算你没有出口 说他蠢了 即是说他什么不好 蠢了 心里面想 已经是犯了这个罪 所以这样想的时候 有没有人行脸呢 有没有人行脸呢 即是说没有这个罪 没有 范香人动怒和骂人的蠢 应该受什么呢 地獄的火 根据这个经文 你觉得有多少人配受地獄的火 全部 全部 每个都是 一生人 一定有很多次 策先组 马太12章36节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费的日子 ffentlich要 每一句 Electrum 我們在一生人中所說的閒話,傷害性的話,和負面話都供出來 你覺得會多不多 即是說說過閒話,傷害性的說話,負面的說話 覺得多不多呢?這些說話是極多的 其實多數人都不懂得分辨 基督徒有很多人都不懂得分辨,信者也不懂得分辨 所以這先說的是,生氣、罵人、講閒話 約翰一書三章十五節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 你換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裏面 如果你畫箭嘴,你可以怎樣畫呢? 箭嘴就是由一種引到另一種 那樣東西就是這樣 你會在哪裏畫箭嘴?我想大家想想想 在哪裏畫箭嘴? 恨他弟兄,然後呢? 你就可以箭嘴或者等於 恨弟兄就等於殺人 或者箭嘴就是殺人 然後在哪裏畫箭嘴? 門右永生 這裏應該用箭嘴還是等於呢? 上高應該是箭嘴還是等於呢? 下面是箭嘴還是等於呢? 箭嘴就是後果 等於呢?就是那樣東西同一樣 上面等於? 是啊 是啊 上面是等於,為什麼? 恨他呢?你就是殺人了 下面呢?殺人呢? 沒有永生 沒有永生就是後果 所以是箭嘴 為什麼恨人就是殺人呢? 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留人的血 沒有流血 心裡面流 是啊 心裡面流 其實你可以不同的方法解釋 因為聖經是沒有解釋到的 這是一種 可以說我們個人在生活上去解釋 為什麼恨人就是殺人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恨的時候 你會 譬如有一個人 見到你就生氣 或者見到你就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在你身上 當你活在這種情況 或者在你周圍有十個人是這樣的 一見到你就針對你了 一見到你就搞你了 你一走開你的食物就會不見了 你的文件就被人偷了 這樣的時候 你會覺得人生怎樣? 灰 很灰 很困難 譬如你的家人也是這樣對你的 放了工回家又是這樣對你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人生沒有了意思 好像這個人的生命都沒有了 所以恨人就把他的生命破壞 所以為何恨人就是殺人 有時不需要十個人 其實就算一個人恨你 一直恨你 都會很大傷害 我們被人得罪的時候 自然反應是什麼呢? 反怒 其實我應該寫在經文裡面有一個字 是什麼呢?有一個字 我們被人得罪的時候自然反應 在經文裡面有一個字 恨 即是有人得罪就會恨他 恨仇敵是犯了什麼罪呢? 殺人 恨人 憎恨令你心裡痛苦的是 痛苦的是 好了 約翰福音八章四十四節 他本來是雪方的 也是雪方之人的父 我們每次雪方的時候是認 這個做父 認魔鬼做父 雪方是否必須的呢? 不是 但有些人說不要緊 白色雪方不要緊 我們怎麼回答他? 白色雪方即是沒有傷害性 不過只是哄他 神知道 其實我們可以用智慧 不同的方法回答 神知道 這個都是大話 還有什麼其他的答案? 欺騙自己 欺騙自己 欺控自己 所以其中是知道的 是 對方知道了之後 知道你 雖然是 白色雪方 但都是雪方 人家不開心 是的 都是不開心 其實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想 另外 我們想耶穌會不會說白色的謊話 耶穌不會 神會說白色的謊話 不會 所以我們明白 其實說謊這件事 無論他是什麼謊話 都是出於魔鬼 不是出於神 因為神不會這樣做 而普通謊話的傷害性 大家都知道 實際上太多了 白色謊話的傷害性 剛剛都有些說 後來他發現的時候會怎樣 還有什麼影響呢 失憲症 失憲症 不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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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會令人失信心 還有白色謊話 其實都令到這個人 本身的生命內 有些污衛 謊話 其實 多數人說謊話 是否說白色謊話 多數人不是 其實人們是用這個 來反應 如果白色謊話 其實那些人 通常說不是白色謊話 是很少很少白色謊話 為什麼呢 通常那些白色謊話 他就說我漂亮嗎 很漂亮 我做了電髮 那些髮 你漂亮嗎 我做得好嗎 好 就是這些 這些 有時候他可能有他好的地方 我都可以說他好 明明那些頭髮 每個人都說他剪錯了 那你也說他很漂亮 他就懷疑是否真的 其實這種情況是很少的 多數人 他們辯駁 就是說白色謊話 是怎樣呢 是辯駁 他多數人說謊話 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多數人說謊話 因為他遮蓋他做不好的事 好了 馬太文章28節 指示我告訴你們 犯看緣婦女就動淫念的 者人心裡已經與他犯奸淫了 即是不只是走出來 是怎樣 是心裡想 淫念的控制性強求 對嗎 強 強 我想大家做一個統計 大家閉上眼 閉上眼的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通常人覺得 男性淫念更多 女性淫念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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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想做一個調查 每個人都閉上眼 你覺得你裡面是有淫念的 不是沒有 我不是說你現在有 總之你有過的 你可以否舉手 即是調查一下 到底是否是男性的專利 可以舉手 你覺得女性都會有 可以舉手 我們看到女性都會舉手 所以不只是男性的專利 男性我都可以代表男性 一定有 男性淫念可以說是很強 因為這是男性其中一個特質 其中一件事 那些說到夫妻的關係 都是講到 他腦裏面想些甚麼 男性那裏有幾個sex 這裏是想sex 那裏是想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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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裏面很多時候都會想到性 控制性強不強 甚麼意思控制性 就好像他不走那樣 控制住你 影響住你 破壞性大不大 非常大 破壞些甚麼 當我看到女人 就犯了奸人罪 我說男人而已 那女少母 來到鹽牧師那裏 就讀這個科技 擠皮了 我就懂得處理生命 因為我個人 第一點想 我最喜歡看男人 看甚麼呢 有機肉性的 很高低威猛的 哇 果然很高低威猛 真的眼睛還不熟 瞄就瞄到下面 哇 哇神啊 我奉耶穌就即察你這個魔鬼 他們走一距離開我 公不太 是啊 真的是這樣 當即察港人罪以後 唉 咦 那便鬆了 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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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看到 那男士 要出了一天 我就 哇 這個好帥 神啊神啊 救我 要你講大話 要你犯罪 是人要這樣做 處理了差不多兩個月 哈利路人 得勝了 嗯 感謝主 那麼 我看到那男士 出來 我會拿出來 神啊 你真是偉大 你創得美的不同 哇 他又這樣 他又這樣 我也這樣 神啊真偉大 那麼 我就用整個真命馬 來處理自己入面的生命 得勝了 好 感謝主 我想問你 得勝是否一次過 當你得勝了 以後 就見到儀聖 都沒有什麼吸引 因為是見到儀聖 依然 是有 彈了一個意念 出來 接著 處理 即是有時會彈 有時不會彈 但有時是會彈出來的 那麼 我現在請問的問題 是破壞性 有什麼破壞性呢 有 破壞的思想 就是變成烏衛 還有什麼破壞 不勝決 不勝決 我就是 正人 你腦會不會彈出來的 你會彈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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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進去 被人害怕 被人害怕了 想一想一想就會做 對 有時就是想一想會做 其實很多人 為什麼會進入到第三者 那些 做第三者不是我 我決定 我決定我要做第三者 不是這樣 而是他見下一個人 跟你一起相處 慢慢 他就變成質 會破壞性 我再分享一點點 我看到的基本就是 原來我們的身體 是神的電力 不可以電污它 當時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立即就記住 淪水飛河 我說 阿媽神 我好 多謝你 原來我的身體是你的電力 我電污走走 神要離開我 我說我不會就是這樣 那神 我靠你保住我的眼 神 神氣 做這個很簡單的祈禱 我對那個罪很敏感 對罪很敏感 敏感 對罪很敏感 對罪很敏感 而且很討厭 現在看到那些同事人 特別是同事人 和那些男男的子女 我好討厭 這次會是真人 現在不是真人 是真得罪 好 感謝主 遠有神的同在就會爭罪 但是很想幫到那些人 是的 詩篇5月1篇4節 我向你犯罪 唯獨得罪了你 這是大衛的詩 當他犯了奸入和殺人的罪的時候 他就知道我唯獨得罪你 我們犯罪的時候得罪誰呢 神 你敢不敢得罪神呢 他就敢 因為他是創造天地 掌管一切 我們得罪神可以帶來什麼後果 這個自由發揮的 我要回答 就會給魔鬼留地 是的 給魔鬼留地 還有呢 這個是自由發揮的 沒有永生 不是永生 是主要一個 你身上有罪你很辛苦 這個辛苦 很辛苦 其實有很多後果的 其中一個是辛苦 不喜樂 不開心 沒有平安 是的 OK 其實你自己準備好 準備好 隨時講講出不同的後果 即是得罪神的時候 它會有什麼後果 因為神是一切恩典的來源 如果我們得罪神是一切恩典的時候 也是永生的來源 所以一定是不好的 一起讀一下 第七 任何一樣罪必有破壞性 破壞我們與神與人與自己的關係 我們要學習從心底樹抗拒任何閃過的罪的意念 加勒太書六章八節 信著情慾殺種的 必從情慾收敗為 信著聖靈殺種的 必從聖靈收榮生 即是罪有破壞性 破壞我們與神與人與自己的關係 那就要學習 憎恨它 這個憎恨它 我們都可以幫它解釋 為何那麼多人戒不了賭 戒不了色情 戒不了憎恨 戒不了憎恨 因為他覺得他那麼壞 我當然是憎恨他 但他說 我憎恨他就是殺人 神不喜歡的 所以基督徒生命被甘生 他就知道他不好 但未信耶穌的人 我們跟他說的時候 會不會明白呢 其實是會的 在羅馬書裡說一件事 他說 那些不知道律法的人 他們雖然不知道律法 但是他們裡面 都會 他的良心 告訴他們 這個或以為是 或以為非 神做我們的良心 是知罪的 所以我們無論去到哪裡 我們都可以說出人的罪 有時候人未必敏感他的罪 不過他敏感一樣 是人家得罪他 他就會敏感 譬如他說 不要緊要說謊 他就這樣問他 人家對你說謊 你覺得怎樣 他說 貪心不要緊要 人家貪你的錢 你覺得怎樣 泛街人不要緊要 我跟他開心玩 人家如果侵犯你的女兒 你覺得怎樣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人家就會說得出 所以有時候 你先不要說出她的罪 有人敢得罪你 有人說你閒話 你覺得怎樣 你問她說閒話 是人家都說難玩 人家怎麼那麼濕碎 又要求不要說閒話 如果有人說你閒話 如果公司的人 每個人都說你閒話 你覺得怎樣 可以用這個方法 可以記下 下面我講的後果 憎恨有什麼破壞性的後果 其實我們要回復上多頓 破壞性、憎恨會有什麼後果 其實你自由發揮很多 你一想出來 通常都會對的 不過我們能夠知道更多 比魔鬼留地步 比魔鬼留地步 真的人家都知道 人家沒死 自己死了 是的 自己會心臟病 會壓抑 會不開心 會用很多腦筋 整天去想這個人的壞 好了 閒話的破壞性 被人趕回頭 是的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 不要亂斷我 我要亂斷你 是的 還有他不會有真正的朋友 沒有 這個思思沒有 因為他的朋友 背後又會說回他的閒話 是的 那個說閒話 他以為自己很好 不過他會說他的 我跟他一起 他經常都說閒話 他會說給我聽 他會覺得自己很好 淫念破壞性 人靈很多 這個可以破壞整個人 正確是把整個人的生命 徹底破壞 好了 羅馬書六章二十三節 因為罪的功架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智 藏悟的主基督耶穌女 乃是永生 那這個死是什麼死呢 靈性上的死 靈性上的死 還有呢 落地獄的死 還有呢 靈性的死 落地獄的死 還有什麼死 肉身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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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裏來的 是罪來的 是罪來的 人類犯罪才會肉身死 如果人類沒有犯過罪 我們會怎樣 神做了我們之後 個個都沒有犯罪 你一出生 你就想像一下會怎樣 因為是因為犯罪才死罪入世界 如果沒有死 我們會怎樣 天堂 地上 個個都住在伊甸園 你說伊甸園夠不夠位呢 神搞定 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那 一路永遠不死 會怎樣 是怎樣的情況 是越來越老 都不得了 這樣不死 又是怎樣 是不會老 就是永遠都是健康 狀況是一個 怎樣的狀況 我們不能夠說 就是什麼年齡 不要緊 總之樣子始終都是很年輕的 都是很健康的 因為犯罪而有這個後果 就很嚴重 現在最慘的就是 永遠在地獄就很慘 犯罪的後果是什麼呢 整圈所有正確的答案 罪的後果有些什麼 亡法律 肉身的死 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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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際問題有沒有 有 自卑 有 自卑 內心痛苦 自卑 自卑 內疚 有沒有滿足 沒有滿足 疏遠神 疏遠神 神的懲罰 全部都是 好了 詩編5月1篇17節 神所有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啊憂傷痛苦的心理必不輕悍 神不輕愛一個為罪憂傷的人 你有沒有為你各樣的罪憂傷痛苦呢 有 有 這是神產生的生命 一個未信的人 當你說了神的話 我們有這麼多罪 最好就讓他想到 別人這樣侵犯你的時候 你覺得怎樣呢 然後你侵犯人 你又覺得別人會怎樣呢 那他知罪了 那他知罪的時候 他有悔過的心 神就會產生更多的知罪的心 讓他離開罪了 大家有沒有經歷過呢 信了主呢 嘩 真是好像追著 一直讓你知道有罪的 約翰一書一章九節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懸命我們的罪 使正 神的不義 我們應該做什麼 神就懸命我們呢 我們 我們認自己的罪了 上面就說到憂傷痛悔 這裏就說到認了 向神認出來 你願不願這樣做呢 懸言 得到神赦罪的人 就有永生 你想要有永生呢 那你可以向神討告 一起讀一下 親愛的天父 我真的犯要罪得罪你 得罪人 我曾經說謊 爭恨人 傷害人的心 貪人便宜 有游戀 或有奸淫行為 我心中覺得很後悔 是你以耶穌的果怨 使你和我一起凝聚 拯救我的禮物 這就是第二課的原因 阿里路易 有沒有問題想問 第二課就說到悔改認罪 這些就是一課課去說到 當然 其實我想問回第一課 但剛才錯誤了 因為快了就快了 我實際上 我實際上 有時候 傳福金的時候 那本書是後題寫出來的 我應該怎麼回應 OK 大家有沒有記得 我剛剛已經答了你 因為在耶穌的時候 已經有聖殿 連這一幕都是之後寫 後世寫回西於舊日 OK 那怎麼辦 聖殿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凡是歷史家 你去上網找聖殿 他們都會告訴你 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是沒有歷史家會說 沒有聖殿的 事實上 現在為什麼中東這麼多爭戰 都是欠這個位 這個位 什麼時候 毀滅呢 追回 追回的就是主要七十年 這個就是由聖殿聖殿毀了 毀了 然後 後來就建了伊斯蘭的廟 這已經是一個事實 而舊約聖經 是翻譯了 第一 在聖殿有讀聖經 第二 就是 翻譯了做不同語言 即是舊約聖經 在耶穌尼已經翻譯了 事實上 保羅很多時候 選用希臘文的舊約聖經 不是用希伯留文的聖經 他跟了希臘文的聖經 有一本很出名的希臘文聖經 叫做什麼 《七十士譯本》 即有七十個文士 他們翻譯了 舊日聖經做希臘文 也有翻譯做其他語言 這個就證明 他之前已經有 所以這個是一個 可以客觀地告訴他 這件事不成立 這是一個歷史事實 聖經跟很多其他的經典不同 你追查 《觀音》 你會追查幾個故事 而那些人物根本不會有肯定的證據 好像傳說一樣 但聖經是可以追查 很多東西可以研究 其中一個問題是 化石是否冰河時期的化石 其實化石在很多時候都有 化石不只是冰河時期有 其實在很多石層都有很多化石 而中國在雲南的地方有很多 韓武紀的化石 在那裏給我們看到很早期的生物 世界上有些很早期的生物 非常複雜 很多原化的 是肯定不會偶然間變出來的 而冰河時期 其實很多聖經學者 都覺得它是 其實是洪水 是一個洪水 製造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的 corrosion 很多這些 侵蝕 都是在洪水的時候所產生的 很多人以為是 很多年之前 其實就是洪水的時候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神啊 你將很多真理給我們 求你幫助我們 在真理上摘根 讓我們每一個信仰上摘根 我們在真理上站得穩 並且能夠幫助人 在真理上摘根 我們經歷聖靈 是很大的幫助 讓我們知道 我們的經歷 神跡歧視是正實所存的 但同時我們需要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是最重要的 讓我們呢 能夠穩定地 和神有密切的關係 也能夠幫助人 和神有密切的關係 却主感動我們每一個 讓我們看得到神的真神 所以我們就知道 不能走雞的 不能夠逃避神的 個個都要面對神的 也都知道 罪是得罪神的 是有嚴重的後果 是有破壞性的 所以我們就去面對我們的罪 處理我們的罪 讓我們活在神的愛中 就有聖結 有公義 感謝耶穌 多謝天父 求主興起我們 我們願意去成為栽培的人 幫助人的信仰穩定 感謝天父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虎 大家聽過課程 你覺得難不難? 你用這個幫助人 難不難? 不是很難 當你知道不難 你就可以在你教會裡 去和一些人聊天 你不用拿著一疊子 你的心已經記憶了 有些經文已經記憶了 另一個方法就是 很感謝神 我們的手機 現在可以把文件放進去 這個文件可以放進去 到時一開 有些經文 我們一起看 你的手機一起看 就已經是一個 災培的方法 這是一個很方便的 一件事 感謝神 你可不可以用得著? 其實在教會裡 你會看到有些人 他是不是清了上耶穌 和神有物質關係 你和他談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幫他的信仰 神是喜悅的 感謝主 多謝耶穌 感謝神 感謝神